来公布一下 没时间后悔不落的 个人喜爱度排名 排名第四位的是寿子 排名第三位的是战壳 一公的第一位MVP 就会在路易哥哥和罗杰夫哥哥 两位当中产生 所以现在先请两位上台 那么究竟谁会成为MVP 请揭晓 要这么看过去吗 哎 哎呀 哇 还可以这样子的 我的爸爸 哇 恭喜罗杰夫成为MVP 恭喜 同时也请佩戴属于你的 MVP戒指 祝贺罗杰夫 我认为陆毅 他是MVP的 我永远叫他 罗杰夫哥哥 下半场排名第一的是 上山下胡萝 排名第五位的是 唐宇哲哥哥 排名第四位的是 李久哲哥哥 排名第三位的是 苏晓丁哥哥 究竟是董宝师还是马伯谦 有请两位上台 老杰夫 你挺招人稀罕的 你 还行吧 还行 我觉得其实这个MVP 应该属于我们团队 每一个人 这是我心里话 尤其是九哲哥 九哲哥在我们这次公演中 付出的特别特别多 但是哥呢 这玩意儿 毕竟他喜爱度 他不是我评的 你也 你也 他说的 然后反正我俩选 那没啥负担了 他都得过了 是 是 我估计是我 如果是我的话 其实你是队长嘛 我不是你助理嘛 我就帮你拿着就完事了 好 没毛病 这一会是我们本场的 第二位MVP 请揭晓 恭喜马博谦成为MVP 你晓得 马博谦 好 我妈妈没想到你这MVP 还能重复给一个人 哈哈哈 好 好事一般不会再来第三次 哈哈哈 我要是真的再有第三次能拿到 是不是就会有点太过分了 我给我给你带 没有 不 你 是 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两个MVP戒指 你看 你还是挺好 你还是 再见